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如果从这个村子里面走出来 离此一步就是万丈深淹 那这个地方是历史之谜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边几百三百多年来 这个村全部都姓王 有人讲说明朝崇祯皇帝的后代 跑到这边来建的村 那这个村历史之谜以外 他还有个自然之谜 因为就在这个玄公村不远的一个地方 他有中国最大的一个万年玄冰洞 万年玄冰洞 而且这个玄冰洞最起的 所以玄冰洞旁边距离 玄冰洞旁边大概两百公尺的 左右的一个地方 就有千年火山 阴火同盐 他们说是阴阳相合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玄冰洞你可以看 看这样 这个通常你一般的人 走到外面夏天 走到外面 你这洞口 你就会有一阵冷风吹过来 你打多手 如果你进去的话 大概这个洞 玄冰洞夏天 进去测 把李四不爽 是摄氏四度 离下四度到十度中间 所以他夏天冰不会化 几千年的冰都不会化 那地址现在就很有兴趣 来看 看一测 这个洞大概形成已经三百万年了 三百万年 这个冰从来没化过 所以他的冰 你可以看 他这个像冰针一样 他里面其实现在开放的很漂亮 那这个洞大概高度有一百公尺高 五层高 大概有他们讲说五层高的一个水晶洞 就讲这边 他有冰柱 有那个冰针 有那个像你看那种冰笋 什么东西都有 那种冰中午时 冰花 全部都有 弄得非常漂亮 万年玄冰洞 那万年玄冰洞 他很奇怪 为什么他都不化掉 而且夏天 夏天你第一个温度高 第二个有热风会灌进 一定会融化 然后热风灌不进来 他里面只有刚才讲说 在洞口你可以吹得到冷风 冷风可以从里面进出来 吹出来 热风从外面灌不进去 进不去 对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